我对比亚迪三月份的销量不满意 比亚迪三月份的销量出来了 在三月份比亚迪一共销售了201259辆 但是乘用车的数量要相对少一点 只有20973辆 那么我为什么会对比亚迪三月份的销量不满意呢 首先从整体销量来说 比亚迪在三月份的销量实际上只等同于2022年的9月份的一个销量 在2022年9月份 比亚迪的销量也是201200辆 但是在随后的10月11月12月 比亚迪都不断的刷新了自己的月度销量 所以今年的三月份只相当于去年9月份的一个销量 我觉得肯定算不上优秀 甚至可以说不及格 今年的1月份由于春节的原因 2月份由于只有28天的原因 至少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去严格的要求 但是到了三月份出口的销量 以及腾市第九的销量都已经起来了 尤其是腾市第九在三月份当月的销量 已经突破了1万辆 达到了10398辆 那如果减去腾市第九的销量 比亚迪的陈永生的销量实际上只有19万辆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 甚至还不如去年的9月份的销量 而且比亚迪汉这样的旗舰型产品 它的销量在三月份出现了一个下滑 还有被比亚迪寄以后望的比亚迪海豹 也是出现了一个销量下滑 那么我个人分析 应该是受到了特斯拉降价的一个影响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比亚迪在三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几款车型 刚才我们说了腾市第九在三月份 取得了突破1万辆的月销量 要知道腾市第九可是一辆 均降在35万以上的新内容MPV车型 并且超过了像G18也好 奥德赛也好 这样的以前的合资品牌MPV的热卖车型 所以我觉得腾市第九绝对是值得 我们去表扬的一款比亚迪的车型 那么比亚迪的琴在三月份又回来了 之前曾经出现过短时间的销量下滑 那么在三月份比亚迪琴再次突破了 月销量4万辆的一个大光 达到了40850辆 这个在10万元区间的紧凑型轿车 比亚迪琴已经牢牢的占据了 王者的一个地位 还有一个值得特别 拿出来说的就是比亚迪的海豚 比亚迪的海豚在刚上市的时候 我曾经认为这样的一款国产的两箱车 卖在10万元以上的价位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受影响的 有可能这个销量会 广东话说的扑该 但是没想到 比亚迪给我的惊喜是一次又一次的 之前我说它已经连续多少多少个月 突破月销量2万辆了 三月份比亚迪海豚的月销量 首次突破了3万辆达到了3077辆 要知道这可是两箱的国产紧凑型轿车 所以在这几款车型上面 比亚迪还是非常的给国产品牌 国产汽车长脸的 我们一起来支持中国的优秀的新能源车系 欢迎大家关注我 一起来关注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 需要跟逐游进來 字幕在其他地方 对 黄 与